如果你喜歡我們節目 記得訂閱 歡樂自多心的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知道最新的影片內容喔 來 介紹今天所有的來運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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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華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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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歡樂自多心 到此心獎金 我們今天開場不一樣了嘛 對 今天六位是來聽獎金的 好 我們會取前三名共同組隊 來挑戰一百... 十萬塊錢啦 對 十萬塊 那剩下的就變成七萬塊的 是 對 那介紹兩位專家在現場啦 是 為我們佐證到底這個... 網路的留言到底對或錯啊 對 首先介紹的是 我們家事訓練師 陳安晴 而且我們都很厲害啊 他是家事訓練的專家 個人啊已經出過了五本家事書 等一下 我們家事有那麼多嗎 可以出五本家事書 有啊 有大大小小 怎麼樣的清潔最省力最方便 然後呢你包括洗蔬果怎麼洗啊 或是一些電器用品怎麼保養 對 其實範圍很廣 很多啊 所以最偉大的工作應該是媽媽啦 對 那個安晴就是訓練 五本書耶 訓練媽媽媽 觀眾朋友這集一定要看啦 有收穫量多啦 接下來講到艾美啦 所以艾美我們今天也有很厲害的 出題老師 陳玉聰醫學美容專家 大家好 大家好 所以他是皮膚科的院長 對 開診所的時候 已經開到當院長囉 而且我們醫生考試不是國考嗎 對 寫了那一本書啊 參考書還是他寫的 好厲害 真的很強耶 很厲害 好好認真回答啦 好 沒問題 圈就圈 搓搓搓搓 我們是有加四題三題 醫美題有三題 好 我們取累積分數前三名 最後挑戰十萬塊獎金 好 加油 我們先從這個 加四專家 好 請出題 對 請問電器不使用的時候呢 建議都要拔插頭 才能夠省電又安全 對或錯 來 請舉 來 請舉 好 你看喔 就有不同答案 要拔插呢 應該是對吧 這很明顯吧 你們有兩個 插四個圈的嘛 對不對 那我們聽聽Sam 因為其實電器有很多種 你要看你是什麼電器 像電冰箱 我們就不會拔 冰箱算電器嘛 對不對 冷氣也不拔 但電器一直在 那個冰箱一直在使用 他說不使用 對 不過通常你出遠門 你也是不使用它 你還是會用 這種就很奇怪 他講的意思 他講的當然是 我們冰箱不可能 對 遠門也是 冷氣還有電視啊 電視也不會 然後像電腦我們不用的時候 我也不會去拔插頭 因為呢 我曾經因為我的大學同學 他沒有去拔電器 濕火 然後那個 噴火出來 所以我從大學時候 我就很喜歡 把插頭拔掉 特別到現在 我老公有時候 被我拔到插頭 他都會有點生氣 他錄影完 把人家攝影機 插頭也拔掉 可是他這個是習慣 他永遠是 雖然這樣小腳 錯誤一小飯 可是他永遠不會濕火 對 但是因為像是 有些東西 我覺得一半一半 就是例如說像充電器 然後例如說那個 除濕機 這些我不用 是全部都會拔掉 不會插著 包括電子儀儲 但是如果是 常態性的電器的話 冰箱的話 基本電視冷氣 是不會拔的 對啊 電視冰箱應該不會拔 就不會拔 對 我們就看這個答案 好解釋 請問這題對或錯 這個留言是 錯 對 沒有耶 來 請解釋一下 其實因為我們 我們主要是針對省電安全 那其實我們的電器呢 你插著沒有用它的時候 大部分的電器 其實是沒有在耗電的 真的喔 因為它關機了 對 除非你是開機 它才會有運 你多量電風扇 其實你插著它沒有在動作 其實它沒有 完全沒有耗電 喔 但會有耗電是什麼 例如說要有遙控器的 像冷氣啊 或是電視 可是那個電池只有分啊 對 所以說 它的那種耗電量 是非常非常的小 因為機器本身 並沒有在運作 它只是有 極少的電量 是針對它的感應 遙控 對 遙控的感應 所以以耗電來講 其實你這樣插著 它其實沒有耗什麼電 或者是那個 那個熱水瓶才用嗎 但是它那個是在使用中 對 像你那個冰箱啊 冰箱啊 或是什麼那個熱水瓶 那是使用中的 對 那其實常常拔 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有幾個缺點啦 第一個就是 你長期如果都拔的話 其實我們那個插座裡面 它容易沾灰塵 對 你這樣灰塵 你又再插回去 很容易會 對 對 這樣子容易走火 對 而且啊 你如果一直常常拔 常常擦 常常拔這個動作的話 你插座裡面的那個黃片 它彈性會 鬆弛 所以你插座 所以 鬆弛 鬆弛啊 意思是 難怪他們兩個今天一起來 對 所以那個彈黃片 如果它鬆弛的話 其實你這樣插 其實很容易接觸不良 而且你的插頭如果 插頭本身 如果你長期暴露在空氣中 因為它空氣比較潮濕嘛 它又金屬會氧化 你氧化又插在那個很鬆弛 然後那種接電不良的插座 反而會容易會走火 是啊 因為安琪老師 我們從資訊上看到 常常因為電線走火 對 就是你為什麼不拔掉才會 你拔掉就不會電線走火啦 對 在觀念上是這樣 對 但是你就是這長時間啦 例如說你冷氣 可能一記就不用了 你當然是拔掉是OK 這是為了安全 大家是不是上了一課啊 對 這裡面就有四票 很北藍的 包括我五票了 對 我覺得是應該好 很北藍的 對 好 那就你們各獲得一分了 好 接下來來到第一題了 陳醫師請出題 好 其實這一題呢 非常常見 在很多美容保養網站 都可以查到這個迷思 就是呢 來 請坐打對或坐 來 請舉 欸 又是4比2耶 那個Sam老師很壞 他不想舉大家抄他答案 他就等最後再舉這樣 因為這是專家 這不專業啊 不是 他這個還不知道嗎 他專家 應該是要用常溫水洗啦 就不要用冷水啦 對 因為他不會受... 對 他講完就是代表答案 他都講到品質 這兩邊在幹嘛 我們覺得想說 有這麼簡單嗎 因為照理講應該就是錯沒有錯 但是我們來這邊被騙那麼多年了 對啊 我已經沒有辦法直覺性全答了 你知道嗎 就對... 就舉錯 啊錯了就舉錯 對... 我現在走一個叛逆思答 剛剛那個女生這樣 就錯了 那乾脆就反過來去 可是也不要這麼容易改 冷水洗也讓皮膚變好 沒有... 可是因為我一直也都要冷水洗 有那麼收斂啊 收斂感對不對 而且小時候有一個網路傳言是說 你冬天的時候用冰水洗 然後你洗完臉就會... 你皮膚就會變白 後來才發現不對 那就是因為冷了 沒有血色 所以你認為你舉的是錯的嗎 我不敢說 因為我現在真的對於大家 就是這個答案 對 我會覺得很迷惑 你看到嗎 當自己站在台上的時候 很肯定的Sam也臉紅了 對... 這邊被他一講好像自己又錯了 會自我懷疑 而且我們以前... 真的會 我們以前是組隊還有隊友 現在自己一個人都會 對... 孤立無援啊 你看喔 東北的姑娘 是 北海道的姑娘 對... 都皮膚超好 對... 為什麼 因為天氣冷 洗得臉的水汁也是冰冷 沒錯 所以這答案應該是對的啊 對嘛 你這麼害怕幹什麼 你要對自己有信心啊 他們本來就住在那邊 瓜哥又在習慣了 你也給我牌子參與吧 沒有問題... 對啊 不然我是... 我跟瓜哥... 有智男生啦 對 你要啦 對嘛 這個... 要給你發揮 不能因為你是主持人 就不給你發揮 你那麼聰明 我覺得冷水洗是對的 對嘛 千萬不要加別的東西 瓜哥如果你這題再錯 就連錯兩題了 對 沒關係啊 我只是不能進入決勝而已 沒關係啊 來 請公布正確解答 這個留言是... 錯的 對啊 不會刺激啊 等一下 您解釋一下 為什麼冷水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說 熱脹冷縮 對... 冷水可以讓皮膚收縮啊 毛孔收縮 對... 但其實我們的毛孔 它沒有任何的肌肉或神經支配啊 它並不會因為溫度的影響 讓你就是收縮或是放大 所以用冷水洗也沒有錯啊 就是沒有辦法讓毛孔收縮 對... 那什麼可以讓毛孔收縮 可以做醫美 各位醫美 所以他今天就來了 你正常的是跟你皮膚毛孔 不是 等一下 他的解釋說 只要用任何水都沒有辦法 讓毛孔收縮 題目精神在這邊 所以他出冷水 會讓毛孔收縮嗎 不會 錯的 知道分數了 現在領先Sam跟艾亞了 各兩分 第三題 來 老師 陳老師請 洗衣服呢 常常是婆婆媽媽的問題喔 那我們洗衣服的時候怕染色 那白色呢 不只要跟深色的分開洗 也要跟淺色的衣服分開洗 這是對還是錯呢 好 請舉牌 對... 你不能舉太快 那超過答案喔 請問... 奇葩來了... 為什麼錯 因為家裡的衣服是我在洗的 然後呢 我曾經... 曾經... 我把米色跟白色下去洗 結果染色了 對啊 所以要分開 所以要分開 對啊 你解釋的沒有錯 對啊 對耶 我說他腦目吧 對耶 他真的腦目啊 他知道原理 可是我舉手牌 他理解性不夠嘛 那你等於幫大家都回答 謝謝你幫我們解釋 你解釋得非常的好 我們剛剛講過 等一下 他有講他自己的一個 染色的經驗 你們洗衣服誰有染色 有啊 淺色還是會跑出來 艾熙講 艾熙 因為我之前是想說 淺色跟深色分就好 不然要分太多批 然後結果我那個時候是白色的衣服 跟淺粉紅色 是非常淺的淺粉紅色 結果最後白色的T恤也變成淺粉紅色 兩件出來一樣的色 對 就差不多 而且一個還是扎染 就是... 一片一片 對 一片 扎染 扎染丟群雞 對 當然 陳老師 請公布對或錯 這個留言是 你是對的啦 你是對的其實 其實你答錯 其實這一題不算難 有洗衣服 除非你沒有洗 我連我們... 我從來不洗衣服我都知道 對... 因為有時候我衣服怎麼會變染色 穿的時候就會發現 對... 老師請講解一下 因為其實大部分的人都知道 深淺要分開啦 但是代表大家都有洗過衣服 因為你即便是淺藍淺粉紅淺黃也好 看起來看起來是米黃色也好 但是你在洗的過程中 我們衣服上會有些纖維會跑出來 對... 那那些纖維如果說你的衣服上的那個 染色的固色沒有做好的時候 染色那個色料也會出來 還有纖維也會出來 就會全部黏在你的全白的衣服上 對... 像有些制服 像醫生的醫生袍是白色的 或是有些他職業是白色純白 廚師也是純白的 對... 那如果你跟這個淺色衣服洗 有時候就會變成淺藍淺粉紅的顏色 所以白色的衣服一定要跟淺色的 深色的都分開洗 分開... 沒錯... 就是告訴大家一個姿勢 對... 還有善體... 還有善體會有不同答案 來... 陳醫師請出題 好... 體毛會越掛越粗嗎 這還要問嗎 請舉牌 請作答 好來...請說 來...你不要超便答 好... 我沒有看啊... 我就... 我是怕他們超我最後幾毛 好...你可以轉回來 差不多... 對啊... 平手... 會吧... 會啊... 不是 他有陷阱 好像胡子越掛越粗 體毛會嗎 這不一定是體毛啊 對啊... 胡子也會是體毛啊 對啊...一定越掛越粗啊 這裡男生就問清楚了 對啊... 他們在想什麼 他們到底怎麼了 頭髮也是體毛啊 可是我們不會全部剃掉啊 沒有... 我小時候... 只是剪而已啊 小時候一直被我爸爸去抓了剃光頭 剃光頭... 很恨我爸爸 每次長一點就剃光頭 所以我變成... 比較浪髮嘛 對啊... 對不對 沒有... 因為我覺得這應該是基因問題 因為我弟弟小時候也是細軟髮 然後加上爸爸也是... 你知道我們有印象以來就是禿頭這樣子 所以小時候就很害怕 我弟嬰兒的時候也是 每次只要頭髮長出來 就給他剃光剃光 他現在還是沒有比較好啊 哦... 那是基因啊 可能爸爸是...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基因的問題啊 這樣各說各禮 齊惠你有什麼樣的抗辯嗎 有... 因為呢... 我是舞蹈系的 你刮哪裡 沒有... 腿毛... 我腿毛基本上我每個禮拜都刮都刮 就現在還要刮 現在還是... 我現在還是有刮 但所以那時候刮完 我有一陣子腿毛變得滿粗的 這是真的 然後之後我就不敢刮了 那我問你如果是模特兒 因為工作關係必須要刮下面 不是要刮得粗嗎 但我想分享一個 就是那個... 因為我生小孩嘛 然後我是剖護蟬 所以我有把... 剖護蟬 我有把那個... 刮掉 那個齒毛那邊刮掉 有變粗耶 有變粗嗎 真的假的 還沒長蟬 對啊 這真的是一個很... 是... 同樣是女人 艾亞妳怎麼沒感覺呢 因為我都有做雷射 然後呢... 對妳雷射當然是這麼講 可是呢因為那個以前 我記得醫生跟我說過 你是因為有時候 你比如一個毛囊裡面 可能有好幾個頭髮 好幾個... 好幾個... 好幾根 對... 然後有的出來的 有的沒出來的 它的那個粗細不一樣 所以你看到的 不見得是同一條毛 是最粗的那一條 然後再加上 我自己覺得 像我有幫另一半 比如拔那個... 鬍子什麼的 那拔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一顆下面有兩個毛囊 有一個可能比較粗 有一個比較細 然後拔出來之後 就知道 是不是你摸起來的感覺 其實是他毛囊底部的差異 這樣聽起來還蠻有力的 還蠻有力的 不過沒關係 你們是一半一半嘛 對 陳醫師 來 請公布正確解答 這個留言 是錯的 是錯的 這好強耶 很厲害耶 當棋惠舉這個時候 我就有點猴... 棋惠... 棋惠是反四標耶 可是反四標耶 我們今天正式一配 可是... 可是我們鬍子真的越關越出 對耶 為什麼我們會覺得 其實毛髮它露出在皮膚外面那一端 它是沒有任何生命或是感應的 對 所以你刮它 你底下的毛囊不會有任何的反應 再來就是說 毛髮它其實長得像竹筍形狀 竹筍形狀是什麼 底端比較粗嘛 末端比較細 對 所以你們把表面的細的刮掉以後 你當然會摸到比較粗的部分 可是它粗的部分 後來再長起來的時候就會變細 對啊 可是真的耶 我們從小就這樣聽嘛 對啊 哇 那恭喜你看 他就四分了耶 哇 他們目前全隊 全隊 全隊 你看有試一試 清華二嘛 艾希二嘛 所以還有兩題要加油了 好 第五題囉 來 陳安琪老師請 現在呢 很多人會為了養生 都會大量吃蔬菜水果 但是又會擔心農藥的問題 所以清洗出國的時候呢 要加小蘇打 才會洗得比較乾淨 才能夠把農藥洗掉 請坐牌 對或錯 對或錯 我都沒看了 好 好了 我們好了 好 你相信我們做的 為什麼要相信你 這個 如果用小蘇打粉能去掉 這不是太簡單了嗎 農藥哪是用小蘇打粉 沒有 因為我的想法是 農藥應該是都偏酸性的啦 那小蘇打是鹼性嘛 我想說用鹼性 是不是可以比較把酸性的東西 去除比較多 然後因為小蘇打 我記得是就是可以食用的 它也可以當食用的添加物嘛 所以我想說這樣子應該是比較 既能清洗也不會誤食出來 對 就會比較天然的東西 對 機會呢 其他選不一樣我們就放心 沒有 但是我必須得這樣 我個人呢 真的有在用小蘇打做很多事情 例如說去秀啦 還有洗蔬菜 那個小蘇打 我也是用食用節的小蘇打 那基本上我覺得 有洗過後跟沒有洗過其實有差 洗完之前那個菜會有點咕咕的感覺 洗完那個小蘇打之後會有點澀澀的感覺 但是它這個關鍵來囉 去除 最能夠去除 最能夠 關鍵點在這裡 因為我聽說現在的農藥都是水溶性的 就是人家長輩講說 如果你要把這個農藥去除的話 就是用大量的水去沖它 水在沖嘛 就好了 才是最能夠 最有效的 對 用水就好 可是艾亞跟Sam選圈 那總要錯一題嗎 我覺得我應該選錯了 應該是 不是最能夠去除農藥 應該只是洗得比較乾淨 是可以洗的 它只是方法之一 但最能夠 不是這樣 對 謝謝 恭喜大家 終於 Sam呢 像我們在吃那個 我喜歡吃綠花椰菜 綠花椰菜上面農藥就會很多 很難洗 我都會加小蘇打 然後讓它有一點水流 慢慢地流掉 來 請公布正確解答 老師 壓力大 這個留言是 活下來了 我沒有看棋惠的 我是自己覺得 不是 對 因為還有一個最能動 現在不能看棋 現在也不能看棋 我解釋得對嗎 老師 其實大家其實廣義都 全部加起來就是對的 對 果然是200名裡面選擇 對 這個也是方法 但是不是最能動 其實大家其實廣義的答案 都是湊起來是對的 應該怎麼說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用的農藥 就是有酸性 有鹼性 當然也有水溶性跟脂溶性 都有 但是我們以最方便的來講 其實加水 用水流去浸泡 或是用水流動的水去洗它 其實這個是最方便的 對 因為你假設說你買這個 蔬菜水果回來 結果它是用鹼性的農藥 但是你又加了小蘇打粉進去 你的那個農藥根本去不了 而且它可能會更附著在上面 對 所以你用小蘇打粉 你可能只能針對酸性的農藥 去做酸鹼中和 但是你的酸性農藥 鹼性農藥的話 你用小蘇打粉其實沒有效 所以最都有效的話就是用清水 流動的水就可以了 那個只是方法之一 但是不是全部的 對 是 現在剩最後一題了 各位 好 文藝跟艾希還有機會 我們還有機會評評看 最後一題 我們取前三名了 來 陳醫師請出題 好 現在網路上 有很多養顏美容的秘方 這一題是 來 請作答對或錯 過 好了嗎 好了 好 請舉 好 好 請轉身 你跟情味一樣 我的天啊 還想請問 那又艾亞也有啊 艾亞也有 對 不是啊 蜂蜜哪要吃啊 弄這樣敷對不對 對 我覺得不應該嘛 食物這樣浪費 其實有效也被罵死了 你總不能在大庭廣播電視下 鼓吹之後蜂蜜大家能敷臉 這是不對的 陳醫師 所以待會兒想什麼答案 你應該想清楚 怎麼講啊 知道啊 對 我get到了 就艾亞跟我一樣嘛 對啊 這樣有放心一點嗎 真的 你說 不是 因為我自己是 一直屬於在保養這條路上 一直很努力 然後呢 我也試過各種可能性 然後我之前也用過這個方法 但是呢 是失敗的 對 所以不對的嘛 對 所以因為我失敗 是因為我這樣試用過之後 我去看醫生 我的臉變得更乾耶 所以我覺得它不會是對的 醫生說你該用對的保養品 就要用對的保養品 不要亂用一些這種流言 可是Sam是專家 他是說 對啊 因為蜂蜜本來就是 很多保養品會添加進去的成分質 對 沒錯 可是它不是 它是萃菊 它不是真的拿來吃的 沒有 有些也還是會加蜂蜜 對 然後只是說 蜂蜜你又加唇水 你稍微敷一下皮膚 皮膚的角質會軟化 角質軟化的話 你皮膚就會 看起來不會那麼的回 就會變得比較嫩白 那可能解釋說 蜂蜜是有效 但是不能直接敷吧 是可以直接敷 因為蜂蜜它算天然的食物 所以我蜂蜜加水 我這樣喝一喝 然後拿出來敷一敷 當然就不行了 就是你專門在 我覺得是DIY用一下是可以 今天有看一個就是 一個影片 然後他說 非洲那邊很原始的原住民 他們都會拿蜂蜜去保養臉 對 然後他們那邊人的皮膚都特別好 亮亮 對 然後他們那個可能就是 因為有保濕的效果 好 蜂蜜加水 敷於臉部能夠美白還能保濕 是對還是錯呢 請公布正解 這個留言 幾分 有三分耶 你看到沒有 厲害耶 來 請解說 其實這個關鍵在於 到底是食用等級的蜂蜜 還是香妝級 或是醫療等級的蜂蜜 有分 所以因為它的萃取啊 製備一定不一樣 然後它可能在 比較醫療等級 一定是萃取比較嚴謹 是 殺菌消毒啊 去除掉一些過敏原 對吧 因為我們蜂蜜是蜂蜜去採花 那你如果把直接食用等級的 它可能會有殘留一些過敏原 那再塗在這個臉上的話 可能會過敏 那再來就是說 蜂蜜啊 它也比較濃稠 比較厚一點 其實它的滲透壓比較大 就它反而會可能會把 皮膚的水 汽到這個蜂蜜裡面 對 這樣解釋大家都清楚了 懂了 那現在Sam是五分耶 最高分啦 Sam四分啦 Sam四分 艾亞五分 超強的 艾亞 三分 其他都兩分 瓜哥三分 所以我們四個一起晉級 Yeah 歡迎加入瓜哥的戰隊 沒有啦 我是主持人 表示我的等級是可以晉級的 是 對不對 當之無愧 對 好 恭喜這三位 也謝謝兩位老師 謝謝 這艾亞說很厲害啊 就是可以拿到第一名 對 對 果然我們今天時尚啊 美妝家是都考不著他 對啊 那妳要不要推薦一下 因為我自己真的是 保養這條路上 因為我是敏感肌 所以其實我一直在保養的時候 我是詢問很多醫生 然後專家 然後告訴我 到底應該要怎麼樣保濕肌膚 因為所有保養的基底 就是要把保濕做好 其他的困擾 就不會一直來煩你 像我自己做的功課 就是我會發現 如果你要譬如說 對抗肌膚老化問題啊 這些呢 也都是要把保濕做好 但是過了30歲之後呢 你以為隨便擦一些 有的沒的保養品 不管平價高價 擦了就有效嗎 那怎麼去選啊 然後那時候我就去問了 N個皮膚科醫生 其中一個皮膚科醫生 就幫我做了一個肌膚檢測 然後他做了肌膚檢測之後呢 他就發現了我的臉 乾的像曬過的菜瓜布 這麼嚴重 因為你其實你表面看不出來 對 可是肌底你會看到 到底保水的程度到哪裡 對 他就告訴我說 如果你要讓你的肌膚 像剝殼的水煮蛋一樣的話 就要用好的面膜 而且一定要找那種 像你的第二層皮膚一樣 又輕又薄又透的才有用 然後我就這樣循循密 從那個平價的用到專櫃的 然後神農藏百草 然後臉就這樣起起伏伏 就有時候很好 有時候很差 終於被我找到一個我愛牌 今天帶給大家分享 來 一起來分享一下 好 推薦一下 好的 就是這一款 機能面膜 你敷了它之後 可以讓你的皮膚瞬間 把水分蓄滿 而且可以改善細紋 還有像油水不平衡 甚至我覺得有一個很棒的功能 就是讓你後續的保養品 可以加倍吸收 因為就是你比如說 一個前導的作用 你可以把你的開關都打開 然後把保養品都能吃進去 因為我們如果常常就是 你把你的餃子什麼都很厚的時候 其實保養品都吃不進去 即便你用了再好的保養品 它都吸不進去 那我們首先呢 我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材質 因為它的材質也很特別 有的面膜撕開裡面還有水分 對 超多 等一下放得有 這個還要倒出來 好濕 天啊 非常 好水喔 這個好好的 你看 真的嗎 可以 可以 對 我最怕能不能敷到這裡 對 不一半 這是符合大家的需求 因為你知道嗎 其實面膜要選就是要選薄透的 因為它的材質呢 是用百分之百的天然畫素做成的 是 然後它有一個很特別的獨特毛細纖維 然後呢 你遇到你的膚紋 它就會像標靶一樣 鎖定目標 然後鎖定目標之後呢 給水 對 針對缺水的地方給水 加上這一瓶 你知道這邊一張啊 對 它是承載了 20倍的安平精華 什麼叫20倍 就是說基本上是20瓶的概念 哇 我喝 然後剛剛說它是不是很吸水 對啊 我們來看看 來 它吸滿了水耶 滿滿的20倍的精華 真的很滿 安平精華 對 然後我現在因為我臉已經卸完妝 就是我底妝都卸掉了 對 那我先測一下本來的保水度 因為我們要釋放 還沒敷之前的 來 這是還沒敷之前的 對 之前的保水度 好的 現在的保水儀式 那我們現在 37 37 其實你本身條件 不是很乾耶 其實算乾耶 你這樣還有什麼上漲空間 除非你脹到六七十 對 七八十 就是其實我平常在保養 但是因為今天可能比較乾 冷氣 正常有冷氣 找個理由 然後洗完臉呢 我通常就會直接敷它 但是不是超級飽 很薄 很薄 很像沒薄 歡迎各位光臨海底老 我們穿巨變臉 真的 因為我跟你講 它非常地輕膚服貼 而且是完全零細感 它的厚度只有0.33mm 而且你鼻子這邊也很薄 這邊都你看到 這邊都是有貼合的 對 有沒有 都很薄 全部都是有貼合 因為它上臉之後還會 加壓升溫 讓你的毛孔打開 對 然後瞬間會釋放出營養成分 是一個很智慧的面膜 而且它有一個很特殊的成分 叫做 那是什麼 它是屬於人體本身就有的 天然保水因子 作用是 它的作用就是 所以像我現在這樣講 因為它真的很保溼 所以我這樣邊講邊敷 都不怕會有氣溫 對不對 然後一般你面膜如果撕下來的時候 感覺會很有效 可是沒多久就會開始緊 乾 癢 崩 但它完全不會 是因為它裡面特別添加了 專利的鎖水食食 還有世界頂級的藍地板 所以就想幫你在肌膚底層 建造一個去水超滿的水塔 所以可以長效保濕 那因為一些時間有限 我們平常就是敷15分鐘 對 也不能超過 不要太多 不然會過乾 會把那水吸回來 對 把很乾就可以 我就是這樣的從下 往上 好 撕下來就要不要浪費 好水喔 好 現在還不到五分鐘 因為節目的關係 你要聊一下而已嗎 聊一下 我跟你講 因為我平常這些精華液剩下的 就是要這樣敷 它壓進去 要化圈 化圈 化圈 然後呢 不過你敷完就好像上妝了 對啊 反光 比如說這裡脖子 手肘 膝蓋不要浪費 然後就是由下 往上化圓 化圓 化圓 好 化圓 是不是很快 然後我們現在測一下保水銘 這樣就可以抽 有改變了 剛剛37 37 瞬間變成74 你剛剛才30幾耶 兩倍 超誇張的 我現在把它這樣吸收之後 心本可以摸一下 有沒有 為什麼 沒有 37 現在70等於多一倍了 多一倍 好厲害喔 如果你想要每天維持這樣的 豆腐肌感 一定要用這一款 擠水润保濕面膜 另外它有出美白跟緊緻的 就可以跟我一樣 豆腐肌喔 對 所以你今天想要緊緻 就敷中間那個 對啊 就補水的話就有實力 就這個 然後美白就這個 還有分耶 好棒喔 看樣子我們都需要 需要 謝謝 謝謝艾亞 謝謝艾亞 如果觀眾朋友有興趣的 可以上歡樂製作新的粉絲團詢問 是 剛剛已經宣布了三位晉級 Sam 艾亞跟慶華三位晉級 接下來進行分秒必爭獎金賽 千辛萬苦啊 經過淘汰賽的三位積分最高呢 成為一組來挑戰十萬塊獎金 分秒必爭啊 看誰很得快 請出題 電風扇的扇葉數量有差別 請問挑選較少扇葉的風扇 吹起來會有什麼效果呢 A 風切聲小 B 風的強度較大 C 比較省電 請作答 來 我的答案是B 好 你看你講B才來聽 對 風的強度較大 用了三秒 如果答對的話 你們今天六題的獎金可能會很高 對啊 你選擇的是 我選的是風的強度較大 因為他的那個間距比較大 他那個抽風的那個效率會比較好 所以他轉出來的風量會比較大 要不然大家用五頁就好了 對 要不然就用一片啊 把整片這樣包起來的就好了 選擇的是風的強度較大 對或錯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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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怪我們三個會坐在這裡 對 難怪 我看市面上還有 應該沒有兩頁 都三頁 三頁開始 四頁 四頁 五頁 七頁 九頁 散葉的多少 其實它的差異好像只在於 風量跟聲音 對 那個散葉如果比較多的話 代表葉片的震動比較小 風切聲小 然後風比較柔和 可是如果說散葉數量少 就代表它震動大 風切聲大 但是它的風力也會比較強 對 九萬七 加油 很厲害 第二題 加油 你們聯合拿獎金 加油 請出題 喝醉讓人好痛苦 請問下列何者為最有效的解酒方法呢 A 睡一覺 B 催吐 C 喝咖啡 請作答 秒數在扣 直接在扣 直接在扣 這個答案是 好 停了 她說睡一覺 吹吐不是很快 吹完就馬上清醒了 不是 因為我自以為C的答案會是喝果汁 因為我自己滿常宿醉的 然後我一直覺得是喝有維他命C的東西 是可以解酒 為什麼很多人去吐回來又開始喝了 我覺得那只是當下 因為其實你吐完當下醒 可是他累積的 你還是會訴罪啊 對 但他問解酒 解酒跟解訴罪 如果你這樣講 他可以短暫瞬間忙解酒 他又不是問解訴罪 可是因為我 我本來也沒有想選睡覺 但是時間太緊迫 我覺得 飛吐跟喝咖啡都比較傷身 睡一覺也沒有錯 很多人不喝完就在那邊 趕快起來就好 趕快起來就好 趕快再睡五分鐘 起來又好了 有的人因為怕買單嘛 我也 假裝 這是你的招數嗎 我不是 本來要請哥怎麼睡著 對 怎麼睡著 好 選擇睡一覺對或錯 很緊張喔 好厲害 這個關鍵很重要 因為你搓一集就是扣三萬 對啊 扣一集就扣三萬 對 真的很多 喝醉最重要的方法是睡一覺 對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嘛 那個喝酒三肝嘛 對 其實肝最可以代謝就是 因為它要分解 對 肝最可以代謝就是你睡覺的時候 所以你喝醉的時候你睡一下 那肝會在你身體睡覺的時候 開始運行代謝你體內所有的酒 所以你恢復會比較清醒 對啊 正統的 對 喝咖啡不行啊 因為咖啡因本身是一種興奮劑 它可以提神 所以你就更不能睡嘛 而且咖啡沒辦法促進酒精的代謝 它那個跟那個吹吐是一樣的 雖然你可能精神會好 但是未必代表你的宿醉不存在 九萬一千五恭喜啊 再第三點 還真 Sam來了Sam 老師加油 加油 來 請出庭 保健食品通常有多種功效 請問益生菌除了可以幫助消化之外 還有什麼效用呢 A 保護私密處 B 改善手腳冰冷 C 讓頭髮烏黑亮麗 請做答 我的答案是A 改善保護私密處 對 它很快 好強喔 來 請講 因為你說我說要頭髮烏黑亮麗 可能就是你的 因為益生菌就是你腸道嘛 腸道就是有關於你的抵抗能力 對 那因為其實私密處那邊 有很多壞菌 它會影響到你私密處那個地方的菌種 會變得很好 所以現在市面上也有很多 針對私密處的保健 它裡面都是加益生菌 對 來 請公布對或錯 保護私密處 3 2 2 1 好厲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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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所以益生菌改變細菌從生態的功效 所以平時有異味啦 悶熱的時候 可以透過補充專利的益生菌 來抵抗私密處的壞菌生長 對 那像女生之前 你不是大家常常會說 要去喝蔓越莓嗎 對 其實蔓越莓就可以跟益生菌互相搭配 可以讓那個呵護的效果更好 好 第二輪啦 第四題 變進華 請出題 相傳吃豆腐這個詞 最早是指在什麼場合上佔人便宜呢 A 茶館酒樓 B 科舉考場 C 鄰居辦喪事 請做答 我的答案是A A 聽到 用不知道多少 一千塊 對啊 相傳吃豆腐這個詞 最早是指在 喔 茶館酒樓 你可以解釋嗎 因為我覺得在科舉考場 因為吃豆腐這種 這個意思就是 就是譬如說 男生對女生毛手毛腳 然後這種場合 大概只會在茶館酒樓 會發生這件事情 如果科舉考場 不太可能說 你對人家毛手毛腳之類的 對啊 辦喪禮的話 這麼嚴肅的 這麼嚴謹的地方 應該也不會有發生這種事情 哎呀 我覺得 第一個就是我覺得不會這麼簡單 因為你直覺就是A嘛 但是我的印象中 是鄰居辦喪事 好像要送禮 送豆腐 對 送豆腐 對 送豆腐 然後占便宜就是 我拿你比較多之類的 所以是鄰居辦喪事 真的假的 SAM 我剛剛跟艾亞是 答案是C 那你就扣3萬了 待會兒 哇塞 天啊 我是豬隊友 我記得是C 沒有啦 只是記得 不見得是對的 我也記得好像是C 對 他選擇茶館酒樓 對話說 3 2 1 哇 真的是C 鄰居 鄰居辦喪事 對啊 來 等一下 8萬9千扣3萬 對不起各位 沒關係 我對不起各位 不會 還有 5萬9還很多啦 來 請講 是啊 因為這主要是在中國 江浙一帶 然後像我們家裡 假設這一個人家裡要辦喪事 他需要一些人手 都會有一些鄰居 或者是親戚朋友來幫忙 那喪事結束以後 他就會請大家吃豆腐 就是等於謝謝他們 請他們吃一桌 那附近都會有一些 比較有手好險的 你就跟著一起來秤飯 占便宜啦 對 所以那種摘菜 因為他們都是吃素 對 摘菜 這種請人家吃的都吃摘菜 豆腐很多 對 所以豆腐比較抽名 那什麼時候改成說 對女生動手的東西好像要吃 好像在後來就1930年代 那個上海人啊 才會用這個詞 從上海那邊 把它廣片傳開來 就吃豆腐 可是你又沒幹嘛 那邊給我便宜 賬我便宜 現在習俗還是這樣啊 你看搭帳門伴上司 最後完了 還是要宴請大家 對 所以他一直在吃飯的過程當中 無相關的人進來婚姻餐 那個叫豆腐 我們台灣叫蟑螂啦 對啦 我想得太請了 對不起 所以叫吃豆腐 還有六萬耶 可以啊 你們這樣起碼可以分到五萬 所以你看題目那邊很重要 如果這題落到艾亞 我們就重計啦 對 這裡我會啦 如果是他站在那個位置 你看 我們就完了 完蛋了 還好 運氣站在我們這邊 還有兩題耶 還沒過 來 請出題 加油 加油 五代女子出嫁 娘家會準備豐富的嫁妝 請問下鍊哪一樣特殊的東西 也是當時的嫁妝之一呢 A 尿糊 B 活像 C 棺材 請作答 可是答案是C 好 很快喔 只花了一千多塊喔 C C 妳剛剛選那個什麼 現在要選這個 為什麼棺材 不是尿糊 佛像不可能 對 佛像不可能 佛像不可能 因為尿糊對於一個人的意義 比較不重大 然後我也想不到什麼 比較 比如說爸爸 比如說以前我們知道 什麼出嫁要丟扇子啊 什麼這些可能 會有一些關聯性 那棺材就是你 因為棺材有一些講法是 就是有喜事的時候 不是會有充喜的概念嗎 就是棺材本身如果裡面不裝人 它不是一個晦氣之物 對啦 一般來講什麼升官發財啦 或者是有人會找辦這個 故意找辦喪事 是要欺瞞上天嘛 對 所以他會活得更長久 對 所以古時候有些王爺 他會在生前就辦他的喪事 對 對 我覺得有可能啦 滿有道理 可是女生 對啊 就結婚戴的 結婚為什麼戴這個 尿糊還是 尿糊是你從小就用的 會不會到那邊也不喜歡用 尿糊當然是男生在用 本人尿糊 帶新的吧 帶新的尿糊讓他當嫁妝 知道過去要服侍老公 對吧 因為古代 有可能啊 買個新的對不對 這尿糊是 對要嫁過去的 帶個棺材總是 總是滿會氣的 你帶棺材嫁過來 對啊 泡系 我不知道耶 就是你不准裝著回來 你要死要死在外面 有可能對不對 女子出嫁就嫁到別人家了 那你被修掉呢 修掉也不能回娘家 我記得以前古代是這樣子 修掉你就要自己 好可憐啊 女生在去哪裡啊 就被孤魂野鬼啊 沒有 你就自己去生活 以前就是這樣子啊 古代的女子 你不能回家 離婚不能回家 所以才會就是說 嫁出去的女兒就跟 潑出去的水一樣 所以娘家給她一副棺材 代表說你不至於 雖然你不是我們家的人 但你不至於孤魂野鬼 你還有一個 你還有一個棺材 家裡給你的 有可能 好像有道理 老有所蹤啊 對啊 這個都有解釋 我們滿有機會的 籃琴醫師希望 可以喔 應該是中了喔 來 選擇棺材 對活錯 3 2 1 好強喔 好強喔 一定有錢 這一組不愧是200多位 後來競爭手 對 是不是 好厲害喔 好驚訝喔 為什麼要解釋一下 因為其實古代的女生 本身就是重男輕女嘛 女生地位比較低下 所以你嫁出去 你嫁妝的多寡 會決定你過去婆家的位子 的地位高低啊 那你這嫁妝你沒有棺材 雖然在夫家那邊 會覺得好像不吉利 可是呢 古代也覺得棺材 是關注你的money 棺材 對 棺材 所以代表說我嫁過去 我有幫夫運喔 我可以守住 我夫家的這個財運 對… 這個棺材打開還充滿了蝙蝠啊 對… 福氣滿滿 然後關注你的錢財 還有一堆大便 錢啊 對 黃金 你知道你這樣解釋能看嗎 你也是很會講耶 你好像古代沒人婆 這樣五萬八耶 扣三萬也有兩萬多 對啊 這不行 接下來最後一題啦 Sam 老師 看多少獎金決定贏你 一定會有獎金 除非你把它五十八秒浪費掉了 來 請主題 研究顯示什麼性格的母親 未來孩子獲得高薪的機率較高呢 A 放任型 B 愛罪念型 C 嚴格虎媽型 請作答 我的答案是A 放任型 A 放任型 A 放任型 是搶秒數猜的嗎 不是 我覺得就是 你不要給他太多限制嘛 你如果給他太多限制的話 他原本搞不好 這不是他原本自己可能… 的想法 對 自己的本意 因為人都有一個天生的東西在體內 就像基因一樣 如果我一直要去限制你 比如說你明明就不喜歡跳舞 我一直叫你去跳舞 你不喜歡音樂 我一直叫你去做音樂 可是最後一題有那麼簡單嗎 因為這個是最後一題 我覺得最後一題 他不會那麼簡單 他能省就省 3萬也是要講一下 對啊 不過搞不好你說 一般我可能就會想到 我會選C 不過我就像講的就是 我覺得不可能這麼簡單 我覺得放任型一定錯 我覺得是C耶 我覺得B有可能 因為如果擺第一題 我會放任型 這個是最後一題的 說不定碎唸 碎唸最討厭 就選一個大家最討厭的 沒有碎唸因為抗壓性會比較高 對啊 我也這麼覺得 對齁 因為長官就是一直在唸 你覺得 我覺得因為我自己的話 我也覺得是A 因為我覺得 因為真的是像老師講的 每一個人的個性都不一樣 有些媽媽可能是 她天生喜歡音樂 然後她媽媽就要去當醫生 那也是很反其道而行 對啊 可是你有放任還是要栽培啊 不是放任就不管他 我覺得放任可能會交出 獨立的小孩 對 對 齊慧是什麼 覺得自己是什麼 我是放任型的媽媽 對 因為基本上像我女兒 她就是個性很ㄎㄧㄤ 那我自己有個性 像她媽媽很ㄎㄧㄤ 媽媽也滿ㄎㄧㄤ的 對 那我覺得至於高興 因為我常常會 就是什麼東西都不會 但是這樣子的原因 我女兒反而是說 媽媽我教妳 她反而會就是站出來說 那我教妳這個 或媽媽妳講這個不對 好好笑這樣 所以妳是會選放任型嗎 我是放任型的媽媽 那一些規矩我都知道 她剛剛講她是放任型 並不代表她選的是放任型 妳是選放任型嗎 我選放任型 你也選 因為她女兒很獨立啊 她覺得她女兒很棒 可是我認為最後一題 不會這麼簡單 只要讓妳一目瞭然 我覺得太難了 放任型 對 最後一題 三 二 一 一 瓜哥不是 真的耶 瓜哥好準 對面 因為她最後一題 怎麼會讓妳一眼看過去 就是放任型 對啊 這是英國研究 因為她真的講說 家裡如果有個愛睡念的媽媽 她一直督促小孩 結果沒想到小孩長大以後 人生真的更成功 獲得高興的工作機率更高 最重要的是 他們未成年的懷孕 機率會很低 因為可能是小時候媽媽 太睡念了 對 人家小心 要用保險套啊 不能隨便什麼樣 飲料離開之後就不能 不能喝了 對 因為其實跟父母 小孩子對於這個 父母跟孩子之間的溝通 小孩他們都會去 期待孩子是說 會是一個什麼樣子 可是你如果沒有給孩子 立下一個標準 那個孩子在學習當中 其實會迷失置物 所以有一些爸媽 他雖然看似是放任 但是他其實是 聲叫大語嚴叫 對 好 這樣也有扣三萬 好 還是很高啊 兩萬五千塊獲得 兩萬五千九百塊 恭喜 這三萬金 獲得兩萬五千九百塊 五千九 厲害 來 打開衛視中文台 歡樂將起來 謝謝 恭喜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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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